近日,成都一位90后独臂单亲爸爸走红网络,她在短视频平台分享自己每天自力更生出台卖炒面炒粉的日常,受到广大网友好评。 今年31岁的杨素玲因为地震两条手臂仅剩一只残臂。 与妻子离婚后,独自在女儿生活已有四年,原本意志消沉的她在家人和朋友的鼓励下重新振作起来白摊挣钱。 在多个短视频平台累计收获了200多万粉丝,用自己的半只手臂撑起了整个家。 记者见到杨素玲时,她正在用自己特殊的厨具进行出探前的准备。 手不方便,动作慢,她就提前两个小时切菜备料,厨具是父亲给她定做的,家人亲戚有空就来帮她忙,还要回复粉丝的私信鼓励。 杨素玲说,是大家的爱让她重拾生活的信心。 我觉得跟生命比起来,这一切都是差伤,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,活着才是最重要的。 然后我也曾经有想不快的时候,对吧,像这一路走来我也得到了很多帮助,我爸爸会给我做做饭的工具,出去摆摊,我表弟他们也会来帮着我,就是打打下手什么的。 还有很多网友一直在鼓励我,过来吃我的草粉,或者是在直播间来看我,就是好像是大家给了我对生活重拾起来的一个信心。 杨素玲的小炒坛开在成都市皮都区的一个夜市边,小灶还没有点燃,就围满了市民时刻。 其中也有不少慕名而来的粉丝,学生骆云林步入高三压力很大,但在杨素玲的视频中有所触动,所以专程前来现场了解杨素玲的励志故事。 高三压力很大嘛,我之前也想过放弃,但是我自从刷了他的视频之后,我发现其实生活中也有很多值得努力的地方,他也让我学会了很多,学会了坚持,把一件事情就是从头做到底。 夜幕下,杨素玲又套在手臂上的锅铲摇起一勺油倒入铁锅,再依次将配菜、调料以及盒粉下入锅中,卖力翻炒着。 不到一会儿,一锅热气腾腾的炒盒粉就做好了,一碗数百份炒面炒粉让他疲惫不已。 但每每此时,女儿恩西总能用温暖的方式感动着他,打鸡蛋,拖地,帮忙招呼客人。 六岁的恩西每天做完作业就来小摊帮爸爸,因为她知道爸爸很辛苦。 就是我很爱爸爸,我爱爸爸特别辛苦,我就很爱他,因为我爸每天都会摆摊,每次都会往往回家,我就觉得他很辛苦。 我觉得我的女儿对我来说的话,就是我的精神支柱,因为有她,我不管再苦再累,我看到她的微笑的时候,然后我就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值得的。 然后就像她说的,她是我的一双翅膀,然后她还飞飞。 现在,杨素林小摊的声音越发红火,同时进行了网络直播,希望让更多人看到自信阳光的她。 杨素林拒绝了很多人的捐赠,并且鼓励帮助了不少残障人士。 她说,自己大方的展示残壁并不是为了博得同情,相反是为更多还在残疾阴霾里无法自拔的朋友做个榜样,希望他们重新点燃生活的信心。 我来到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呢,我不是卖产,我是希望把这个积极阳光的状态传播到给更多的人。 我也拒绝了很多人的捐助,我希望我赚的每一分钱都是通过自己努力赚来的,我想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。 有一些像我这样身体残缺的人,他们可能会有一些不好意思,就比如说害怕出门,别人看到她不一样啊,或者是什么样的。 其实我想说的,你们不要怕,我们都是一样的,然后你要勇敢一点,走出去就好了。